十月九日 当司提反为被告的事受审问 他就以清晰动人响切听堂的声音开始为自己申辨 他用了令全场形神傾听的言词继续描述上帝选民的历史 表现出他对犹太制度和因基督而显明的属灵意义尿如指掌 司提反从述摩西语言尼赛亚的说话 司提反在显明自己是忠于上帝和犹太信仰的同时 也指明了犹太人赖以得救的律法 并未能拯救以色列脱离拜偶像的罪 他将耶稣基督和犹太人的全部历史结合在一起 他提到所罗门建造的殿语并引用所罗门和以赛亚先知的说话 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做的 就如先知所言 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椅 你们要为我做何等的殿语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当司提反说到这一点的时候 民众中间就起了骚动 当他将基督连结到这些语言之上 并提及到有关圣殿的说话 大祭司就假装惊吓万丈撕裂自己的衣服 从司提反的角度来看 这个行动乃是一个信号 指明他的声音很快就要永远静止了 他看得出 他的话语遭受抗拒 并且他知道这个将会是他最后一次做见证的机会 虽然只是说了一半 但是他也只好斩钉截铁 结束港论 他终捐了正在说述历史的顺序 转向那一帮愤怒的审判官 你们这一帮硬着颈寒心盘已未受割礼的人 事上抗拒声灵 你们的祖宗是这样 你们都一样是这样 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所逼白的呢 他们都是将预先传港乃义者要来的人杀了 如今你们又将乃义者卖了杀了 你们领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 但是你们并没有遵守 使徒行述原文九十九至一百页 绘形绘色 祭司和官长们因此极其牢牢 这个囚犯从他周围空险的念识上 认识了自己的命运 但是他从未动摇 值得大家一起深入知考探讨 为什么我没有因为耶稣基督的信仰 而遭受更多的反对呢 今天神中火的时间就到这里 让我们不住讨告 直至所有人都呼求耶稣 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欢迎大家明天同样时间再次收听